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文学史及书法史上有经典地位的作品《蓝亭集序》 在这支《蓝亭集序》的导论影片中 同学们的学习重点有三 首先是认识中国书法之美 并了解蓝亭集序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其次是认识蓝亭集序全文主旨 最后是认识蓝亭集序这个单元的影片大药 蓝亭集序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天下第一行书的赞誉 相传是王羲之在半醉半醒间 用蓝亭集序所写的作品 并自评为书法作品中的得意之作 但有趣的是 这其实是一篇有多处涂抹的草稿 一篇草稿竟然可以成为天下第一行书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幅作品 在蓝亭集序全文中 第四行漏写重删二字 第十三行改写的音 第十七行象之二字也是重写 第21行痛明显不写过 第25行背符上端有涂抹的墨迹 最后一个字文也留有重写的叠墨 这些保留下来的涂改部分 如果重新腾写一定消失不见 也就不会是原始草稿的面目 但也就是因为保留了这些涂改 汉字行草美学的本质 追求原创当下的即兴之美 保留创作者最饱满也最不修饰的原始情绪 才真正彰显出来 所以相传王羲之酒醒之后 看了蓝亭集序也觉得非常惊奇 后来写了几十篇副本 都不如那篇写的精彩 真基作品一直传到唐代 并且由唐太宗命消逸 记取蓝亭的布式流传 相传蓝亭集序 传到王羲之第七代孙志勇 志勇应出家当和尚 并无子嗣 所以将蓝亭集序 传给弟子汴才和尚 当时的皇帝唐太宗 酷爱王羲之王羡之父子的莫报 太宗多次派人追问辩才 始终无法取得这件作品 于是要聪明决定 能书上话的御史 萧义寄取蓝亭 萧义当时 巧扮成落魄书生 接近辩才和尚 与辩才下棋谈情 谈诗论文 设法取得辩才的好感与信任 再以数帖二王牧宝 因辩才拿出蓝亭集序 征积一较高下 之后 趁辩才离开寺庙时 偷走蓝亭集序 唐太宗得到蓝亭集序后 虽然以极高的赏赐 给辩才作为补偿 但辩才仍难以释怀 身处悔痛中 过了一年多 也就去世了 后来唐太宗 临终时 主妇一定要以蓝亭 继续陪葬 从此 征绩就此 永埋弟弟 因此 我们现在 所能见到的版本 其实 都是唐太宗年间 命令当时 书法家林摩 鸡后人临摩的作品 而其中 又已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眷首 又唐中宗 神龙年号小印的 神龙本最佳 蓝亭集序 在书法史上 又一席之地 在文学史上 更是一篇千古流传的家文 全篇文章 仅有324字 但是 透过景物的描绘 情感的层层翻转 透析了生命的 华艳与苍凉 千年来 引领无数人思索 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这篇作品 是33岁的王羲之 在青春正盛 影子潇洒 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候 遇见最美好的一群人的一篇作品 这一次的聚会 是他与支顿 孙童 孙绰 谢安 王氏亲族 等41人的活动 虽名为休息 自捍卫以来 是为了洁身济神 浮出不祥 但后来 逐渐转为 虚水流伤 饮酒赋施的 叶燕雅吉 王羲之 在这一天 与众人休息礼后 大家用了多首诗 最后攻推王羲之 撰写此次蓝亭聚会的诗集续文 照理来说 王羲之 王羲之应当 伤勇不绝 幸彼年来 欢欣不已 但在 极尽耳目 视听之语的当下 却突然 牵动起 王羲之 最深的感伤 他写下了这篇 蓝亭集续 为这个游喜 倒杯的自己 为生命的存在 找一个解释 这篇文章究竟写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段落来说明 第一段 主要是记蓝亭聚会的盛况与景致 第二段 说明美景当前 尽向耳目之乐 第三段 书写世事多变 人生无常的悲痛 第四段 说明作序的缘由 整篇文章 情感发展 是游乐 到痛 到悲 有了对文章脉络初步的了解之后 在接下来的几个单元中 首先 我们将从王羲之所处的时代 做一个横切面的认识 再进入到课文 第二个单元 为生之华美 续写了次次雅籍的周遭之景 第三个单元 为生之卑痛 这一节 是群片文章游乐转卑的关键 最后一个单元 是死生安顿 面对生命的勤随事迁 修短随化 王羲之如何 为有限的生命 找寻一个永恒的答案 如何将悲伤 稀释于渺远的过去 与无尽的未来 这四部曲 将带领同学进行一场生命的思索 这支影片的尾声 我们回顾一下影片的重点 第一点 蓝亭集序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 第二点 蓝亭集序是一篇关注生死议题的文章 第三点 蓝亭集序全文 从计蓝亭聚会的盛况与景致开始 接续说明美景当前尽享二目之乐 然后书写世事多变 人生无常的悲痛 最末说明作序的缘由 第四点 本课影片从时代背景 生之华美 生之悲痛 即死生安顿四部分 否希克文 记得点下集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